第一个我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要去查到编号 那这个编号部分的话就是 把这个编号建立起来 那第一个我要先知道hotel的编号 你可以在公式里面看一下管理名称 管理名称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没有叫做 要查那个编号 查hotel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hotel这边 跟正一样应该是hotel的detail 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在 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先知道说你的对照表 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hotel的detail 这一个 他的位置 是在hotel这个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i2 到k 就是这个 所以实际上就是 这个范围 有没有就是这个范围 也就是其实我们等一下又用了这个对照表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对照表在哪里 他在哪里呢 这个这个范围里面 也是可以从这个对照表里面知道说 假如这个 这一家 饭店 他的缩写 是什么 ok 那这个第1栏 这个第2栏 所以将来查表的话 一定是查第1栏 带一定是带第2栏 回来ok 那有这个观念之后的话 我们来 逐步来看 那第1个老板是说 你的老板说 你帮我把这个变成一个缩写 所以这边的话 怎么做呢 一样插入函数 然后减4比3兆函数 找到最下面这个v入函数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你要查什么 查他 在哪一个对照表 F3 就是那个什么 hotel的那个什么 detail 所以你要 要不就是你已经建好 你去看在哪里 要不就是说 没有 你去建立 ok 然后按确定 再来的话 带第几栏呢 第2栏 对不对 然后比对方式的话 就完全比对好了零 按个确定 你的编号就出来了 再来的话后面 加上什么and and的一个什么呢 and的一个 dash 有没有 再一个 双引号 再and and之后的话 第2个什么 我要知道 他是哪一天check in的 不过呢 这个check in 我不要粘 我只要月跟日 那月跟日的话 我要两码 所以这地方怎么办呢 所以他如果你今天呢 要两码的话 你可以用 比如说你月 他你如果这个地方and 点这个check in的话 打勾会怎么样 他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为什么是一个数字呢 因为呢 我讲过嘛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就是1900年1月1号 到今天为止 总共有几天 就39,819天嘛 可是这个格式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的是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 是 就是月 两个字 日 两个字 OK 那特别注意 如果格式的话 记得 一个函数 叫 TEXT TEXT 好像之前有用过吧 TEST 有没有 然后刮糊 这个TEXT呢 给他D2 就是这个 这个储存格 后面加一个 豆点 豆点之后呢 前面我们好像有用过那个手机 有没有 如果三个就000 那如果是日期的话 记得 双引号 他的 他的那个格式就是 MM MM指的是 一个M指的是一个月 那如果一个M的话 就是 他就不会 帮你 补零 OK 后面 日期的话 就DD 就是他的格式 MMDD OK 然后再一个双引号